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很多人想要知道很多事 所以各位 在学生里面他就有一个状况 就是有一个人拿八字给他 结果到最后就 因为他的房子被征收了 所以他就认为是 对方就问他他是租屋比较好 还是就是直接 政府再给他一个 换一块地给他这样子 他就觉得很头痛 我就跟他讲 这种事情 你就不要再用八字来算了 因为八字算一个大方向 就是跟人相关的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事情 他问的事情 各位他的这个事情是 他要租房子比较好 还是要换 政府直接换一块地给他 因为他土地被征收了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两难嘛 这时候像这一种事 有的时候你就用占谱来看就好 占谱其实也是一样 源自于八字 源自于八字 来讲我们就用数字占 数字占就好 数字占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占谱法 来说数字占 天干来讲 他就要先知道数字代表的天干 我们会知道 1231567890 所以当你了解的时候 你可以请对方出个数字 出四个数字 他可以重复的 例如他想要问说 我这一件工作能不能做 对我有没有利 他就要看这件工作 他能不能接 对他有没有利 那你就可以请他出四个数字 那四个数字 他可以重复的 例如3139 好 简单的 他就出了这四个数字 根据八字 年月日时 日主是这一个 那我们就知道 山是丙 甲是一 丙 那这一个呢 是润 那各位你就会知道 他的一个排列组合 就是润水生甲木生丙火 所以他不工作的话 润水是他的官杀 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各位你也可以用 像用铅 用铅 你就可以做十张铅 做十张铅 例如各位 你现在看的到这 这一个 这里面有十张铅 然后 里面就是用甲乙丙定 屋脊更新任奎 或者是123456789 然后摇一摇 请对方抽 抽出来 第一个是什么 放回去再抽 用这一种比较随机的方式 他所占谱出来的会比较精准 因为占谱是要用越随机越好 因为他只要一下子问你十件事 他你叫他出数字 会出的非常非常像 到最后 他的一个精准度就会失准 倒不如就是用像这一种做签的方式 请他抽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越随机出现的数字 自然他就是能越准确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 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 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